欢迎收看汉天卫视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子彤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蔓延 新增病例数字死亡人数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令人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 截至到截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974万7388人 死亡人数为23万9105人 加州确诊病例为95万1805人 死亡人数为17822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4880万1514人 死亡人数为123万6357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县截至到截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313526人 死亡总人数为7118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汉巴1467人 阿KDA619人 Elmonte5040人 猫水瓣1066人 Rosme 993人 Gabriel721人 呈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60841人 死亡人数为1491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58106人 死亡人数为904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为69827人 死亡人数为1329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疫情新闻 美国大选局势未定 世界各地人们在高度关注目前形势的同时 也对美国未来的局势走向及可能发生的骚乱表示担忧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表示 这个名为美国总统选举的节目还没有结束 尽管川普宣布了他的胜利 并呼吁结束选票 但节目仍在继续 不过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拜登也表示 他完全有信心成为下一任白宫的主人 他还提到至于俄美关系 我们不能指望任何候选人获胜后会有更好的变化 这是非常不幸的 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 美中关系一直很紧张 对于此次总统大选中国社媒上的网友们在关注选情的同时 也格外关注混乱的局面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却未进行过多的表态 现任总统川普星期三凌晨时表示已经赢下了这场选举 并称会将某些州的计票做法告上最高法院 此番言论引起了德国官员的担忧 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 美国可能出现爆炸性局面和潜在的宪法危机 德国国防部长在采访时说 这是一个非常爆炸性的局势 正如专家们所说的那样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美国宪法危机 比利时前首相也对美国的混乱局面感到遗憾 他在推特上写道 看着大西洋对岸的混乱局面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 欧洲人团结在一起会更加强大 无论结果如何 欧盟都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位在30多个国家有20年经验的欧洲选举监督人员表示 川普提前宣布获胜是前所未有的 这位消息人士说 川普没有遵循游戏规则 而且他是一个再任者 我记得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再任者在选票还没有算上的时候就宣称存在舞弊 英国政府对此次大选尚未做过多的评论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到 作为英国政府 我们不会对我们的朋友和盟友的民主进程发表评论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 日本正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他说美国与日本在国防和经济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谁获胜 日本都对选举有强烈的兴趣 必须密切关注 他还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结果 而且无法预测这将如何影响金融市场 当地媒体报道 无论谁当选都会为日本带来风险 如果现任总统川普连任 就会带来已知的风险 这其中包括谁应该为美国在日本的广泛军事存在买单 以及日本汽车关税的持续威胁等 如果拜登当选则会带来未知的风险 而韩国统一部长李仁荣则表示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很有可能将是朝鲜半岛新政治形势的开始 由于新冠疫情病毒的严重 英国议会批准了历时四个星期的封锁计划 将在星期四十一月五日凌晨生效 议员们星期三以516票对38票批准了这项方案 从星期四凌晨1点开始 所有非必要的商家 包括酒吧 餐馆 理发店 高尔夫球场 健身馆 游泳池 娱乐和运动场所将关闭至12月2日 封锁方案是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的 由于在野的工党对这项措施表达了支持 议会表决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不过工党批评约翰逊行动太过耻坏 但是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的一些议员投了反对票 他们说采取全国性的封锁措施过于严厉 这项计划是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疫情失控 压垮英国的国民保健系统 这对约翰逊来说是180度的大转弯 就在上星期末 他还坚持采用他的三级警戒系统 按照具体地区的感染率而实行因地质疑的限制措施 英国目前每天有超过2万起新增新冠病毒病例 英国的官方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目前是欧洲最高的 达到了47,250人 英国科学家们警告说 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 死亡8万人的最坏情况还是可能更坏